重量啦 这次重量了啦 我跟你讲 这个行情啊 你看了你都会头很大 那么呢 这个行情呢 已经从上面的位置呢 跌了下来 那么跌了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还有没有可能会反弹呢 是不是说呢 这一波的上涨呢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呢 那如果你想知道 接下来我怎样去看待的话呢 那就把影片看到最后 这个是我的频道 非常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工作 每天都会进行这个每次分享 每次更新哦 那么今天呢 是我更新到第808集 那今天的日期呢 是6月9号星期日早上11点钟 那马上来看看这个行情 我们怎样去看好不好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行情呢 我们看到说呢 从上面跌下来呢 大概是跌了一个5%的概念 那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小韵量哦 究竟整个行情只跌了吗 那我个人是觉得呢 暂时还没有真正只跌了 目前呢 走到了30分钟的这个位置 那么30分钟的位置呢 暂时是有被压回下来的 这个可能性哦 所以呢 个人会比较偏向于看待的位置呢 暂时还没有出现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的等待 去布局这个行情 那有没有可能呢 明天星期一呢 行情就有一波拉涨 那如果拉涨到什么位置 是我们需要密切去关注的呢 暂时要关注的呢 就是69900美金的这个地方哦 那以12小时图来讲的话呢 之前的影片呢 就有告诉到大家 12小时的这个位置呢 是有这个潜在的顶背离的这个风险的 那究竟这个顶背离呢 其实会真正启动呢 现在已经启动了嘛 现在其实它是卡在6小时的位置 那6小时呢 对于我来说呢 它是想要反弹的 所以呢 在6小时以下来讲呢 它是进行这个调整 那目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调完 所以讲真正的 现阶段还给不出一个很好的这个判断了 那至于整个行情来讲的话呢 我还是不是看涨呢 那这个是取决于 接下来这两天它怎样去走 那这两天真的太重要了 尤其是6小时这个地方不要破 一旦6小时这个地方破了之后呢 那么12小时的位置呢 就会破 那12小时一旦破的话呢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 就只有天图的这个反弹了 那么天图的这个反弹位置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呢 是考虑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天图的蓝色线 66700800美金 我给它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就是67000美金哦 所以从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 其实完全符合逻辑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呢 它是在这一个地方的一个 所谓的OB的位置哦 那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天图的一个重要的防守位 整波行情上去了之后呢 来到这个地方呢 大概率呢 它会进行这个反弹了 因为这一边呢 将会是接下来很重要 至关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微的往ROKE的角度呢 去把这个地方的 稍微的把它给标记出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个地方呢 它刚好呢 也是这个青色的框框的这一个位置哦 那么这个位置再配合这整个区域来讲的话呢 就是接下来我要关注的 如果6小时跌破的话 那6小时一旦没有跌破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我就不会去看 一旦跌破的话呢 我就会去看下方的这个位置 没有跌破就不会看 就是那么简单哦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往这个MAC的角度呢 去看待的就是这个30分钟 今天会怎样去走 它有没有可能就会反弹上来 那么明天是星期一呢 这个指标呢 将会给我全新的一个位置 那么全新的位置呢 究竟是怎样呢 明天和你分享更多 那么往这个指标 这个星期已经来到尾声了 这一边我们还是看到说 它还是给脸了 为什么这一边最终还是产生了支撑哦 所以明天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看看明天会怎样去走 记得留守明天的影片好不好 那今天的这个观点呢 就告诉大家呢 我们今天要明确关注的时间级别 就是30分钟啦 那非常感谢你呢 把我的影片靠最后 那么记得来订阅我 关注我 并且打开这个小铃铛 希望这一波行情不要那么快的结束 真的不要浪费 非常感谢你 我们明天见 拜拜